欢迎来到历史课照,我是美丽 周总理的一生是节俭的一生,从来不讲究享受 尤其在吃喝上面,周总理一直都是要求非常严格,严禁,铺张浪费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车事员李志秀师傅回忆说 在通常情况下,周总理的早餐是一杯豆浆,或者是牛奶,麦片,主食是黄油面包 每天早晨,周总理都会拿出电炉子,把黄油面包搁在上面烤一下 有时候还会煎一片火腿或者鸡蛋 此外,周总理还喜欢吃一些点心,诸如萝卜糕,姜米藕等等 关于周总理的午餐,可以用一个标准,一个习惯,一个传统来概括 一个标准就是两菜一汤,多少年都没有变过 一荤一素的菜,再来一碗汤,一碗米饭,就成了周总理的午饭 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中午的饭菜没有吃完 周总理会嘱咐火房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给他留着 等到下午饿了时,热一热再给他吃 一个传统,则是周总理除了吃米饭以外,还会吃一些粗粮 比如高粱米,玉米,小米等等 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多吃一些粗粮,对身体好 至于晚饭,周总理一般很少有按时吃饭的时候 因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国外的外交事务,都需要他一一过问 所以吃晚饭的时间经常都会推迟到夜里11点,12点 甚至有时候过了凌晨一两点,他才会回家匆匆吃上几口晚饭 一般是一些面食,比如面条,馄饨,或者是几个包子 1958年5月28日,周总理来到自己的母校南开大学视察 当一行人来到食堂时,已经过了饭点 厨房的工作人员正在收拾碗筷,打扫卫生 周总理见状,就问食堂窗口的工作人员 同志,食堂还剩下什么菜啊? 那个工作人员说,还剩下些窝头,咸菜和萝卜 周总理对他说,好,同志,麻烦你了 给我来一盘五分钱的萝卜,还有两分钱的咸菜和窝头 周总理说完后,还特地嘱咐身边人说 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再做菜了 就这样,周总理手里拿着窝头 就着萝卜和咸菜,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一边吃还一边说,我就是喜欢吃萝卜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 负责伙食的李志秀师傅,看着日夜操劳的周总理,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就擅自做主,做了一点好饭好菜,改善周总理的伙食 周总理发现后,非常不高兴,把李志秀叫了过去 李志秀看着神色严肃的周总理,心想是不是饭菜做得不可口了 心里忐忑不安 这时,周总理站起来对他说 李师傅,你做的饭菜很好,但是我要批评你 我身为国家的总理,绝不能搞特殊 这顿饭顶多少老百姓一天的口粮呀 现在国家很困难,你们一个月最低的口粮标准是12斤 以后我的伙食标准也照这个来 这件事在李志秀心里藏了很多年 在周总理去世多年后,他每次回忆起这件事 总是眼含热泪的说 总理总是那样严格要求自己 老百姓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一直都没有变过 周总理对饮食要求不多,但很喜欢吃鱼 有一次却因为一条鱼狠狠地批评了炊事员一顿 当时有人送来了一条鱼,说是给周总理改上伙食 炊事员很高兴,就开始烹饪这条鱼 可是油瓶里却见了底 没有油,这条鱼就做不成 于是他就多方请示,多领了一个月的油 那天工作结束后 周总理看到桌上有一条香喷喷的鱼,非常高兴 但是他还没等吃一口,就把筷子放下了 因为他记得很清楚,这个月的油已经用完了 那做鱼的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周总理立即叫来炊事员,问他油是从哪里来的 炊事员只好将实情说了出来 听完后,周总理非常生气,对炊事员说 国家有困难,人民正受苦,我们怎么能违规领油呢? 我们是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更何况是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这条鱼我不吃了,你赶紧把那些油退回去 用过的就用市场价补回去 周总理说完后,掏出了自己的油票,递给了炊事员 让他赶紧去退还那瓶油 而那条鱼,他一口也没有吃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周总理 一生都客情节俭 即使是一顿饭,一点油都绝不允许搞特殊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